嗨,大家好,我是Dr. Go 欢迎再次来到Do with Sasha健康小视频频道 这一期我们将与大家分享一下 不得已熬夜以后该如何来补救 中医认为,经常熬夜的人容易导致了阴亏阳抗 而产生了阴虚、火旺、内热的症状 许多人都会沉迷于熬夜而无法自拔 那熬夜后该如何补救呢? 首先我们必须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阴虚内热的症状 阴的意思就相等于是水 热呢,是相等于是火 你好比说像是你自己包一壶水一样 你把火开了,在包水的时候 水是不是易变的减少呢? 水一直在减少的情况底下又在加火了 所以就会导致有内热、内淤的症状 那症状就会有口干、口苦、午后、朝热 就是下午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热 又或者你穿衣服的时候 你会觉得特别热 又或者是手掌心和脚掌心会发热等等的症状 大家都知道熬夜对于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伤害 可是有些时候呢 往往我们要应付考试或者是工作的缘由 所以呢我们迫不得已都必须得熬夜 因此呢熬夜以后我们必须采取以下的四个步骤来及时的补救 第一呢是及时的补充水分 多喝温开水 而不是喝咖啡或者是浓茶哦 虽然咖啡或者是浓茶都有提升的作用 但是由于含有咖啡因具有沥水的作用 因此呢可使体内因脱水而加强了阴虚内热的增长 而导致了人比较容易焦虑易怒疲乏 同时呢还会消耗人体内B足维生素而使能觉得更累 第二呢是在早上八点钟前呢到户外散散户 轻度或者是适度的锻炼 多晒晒太阳做深呼吸的动作 这有助于呢提高我们大脑的供养量 以及呢趋走睡意 时时刻刻保持头脑清醒的状态 第三呢就是补救 那补救呢就是在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呢 睡个十五到三十分钟的觉 那记得了不宜超过三十分钟哦 因为超过三十分钟后呢 往往就会越睡越累 那有句话说呢一夜不睡十夜不醒 那意味着呢就是如果你一天晚上没睡觉 那十个晚上都补不回来 因此呢补救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但是这是一个万不得已的方法 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的生理的时钟呢 才是一个最佳的养生之导 第四呢就是在熬夜的吃热早餐 应以高蛋白营养丰富的早餐为家 尽量避免高糖分高卡路里的食物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药膳或者是针灸的方法 调节阴阳改善了熬夜以后带来的种种护益症 虽然熬夜以后还是有的不救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千万别熬夜了 以免伤害身体健康 期待我们下一期更精彩的健康资讯 那如果你还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欢迎按赞或者是分享 那如果有任何的意外 记得在以下留言 记得打开小铃铛 每当我们有新视频上载的时候 您都能够得到第一时间的通知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